凤凰军机处由骨子里的中国青花焚酒独家冠名播出 骨子里的血脉 骨子里的文明 骨子里的中国青花焚酒 军机处骨子里的中国青花焚酒 那么今天呢我们不是在演播室来做节目 今天我们是来到我们这个老板的地盘了 军机处有两个老板 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凤凰网 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焚酒 像每次我们这个军机处开场 我都要说骨子里的中国青花焚酒 因为这个焚酒呢是我们的这个赞助商 也是我们的大老板 我记得这个我在世界军事杂志的时候 跟陈主编聊天的时候 您说过 您说就是说只要火炮能打到这个台湾岛上 那台湾岛一切都不是问题了 您还记得您说过这话 这实际上当初是这个大家最早的一个半开玩笑的说话 就是当时这个几个军众的这个统治们坐在一块 大家就讲陆军的统治一说 就是说只要海军能把我们送上去 我们没问题 那海军同志就说呢 空军把制空权拿下来 我们没问题 这个空军同志就说 阿炮你把他的机场打掉 我们肯定能把这个制空权拿下来 所以这一推了一圈之后呢 就成了一个火力的问题 谁能够在第一机把对方瘫痪掉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时机 后续的作战就多好展开了 实际上呢 这说了一个战争的逻辑关系 一般对大型岛屿的作战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要封锁 切断对方对外界所有的联系 要宣布禁航区 禁空区 那么外界对他的能源的这个联系 以及武器装备资源的这种通道 都会被掐断 第二步就要开始火力打击 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 只有在封锁的基础上 你才能搞火力打击 火力打击完了以后 再搞三军的联合登岛作战 我这次讲的全面战争 对一个大型岛屿的全面战争 一般分为这三个阶段 这个火力打击 其实也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 因为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解放军的各种火器 各个军种的各种火器 能够打到台湾岛的 应该这个武器的信号有很多 咱们是不是就是说 到底用什么装备 打它的什么目标 我们现在也正在统筹这样一个方案 对 如果说要把火力打击 那首当其冲的不是叫首当用吗 就是火箭军的中层的导弹 台湾呢 它大概主要的军事部署有这么一些 有七个主要的港口 大家都知道 左英 马攻 花莲 苏澳 基隆 这些主要的港口有七个 机场大概有14个 主要的机场 那么首次火力打击 肯定要把这个主要的港口和机场 把它火力地覆盖来 起码使它失去这个功能 还有就是它的主要的雷达站 防空导弹的阵地 指挥中心 以及主要的电站 第一波打击当中 一般会用火箭军的这个中层导弹 把这些 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重要的目标 使它失能 在这个基础上 在用空军和海军的其他兵面 对于其他重要目标进行集体 这个我看出来了 王老这个 如数加珍 这个绝不是说这个提前一两天准备的 是准备几十年了 以前在这个 这个总参和这个军委 这个这些部门 一直在准备这些这些东西 东旭是这样 就是你觉得啊 这个目前涉及到这个对台作战的 这个主要的装备 大概有哪些呢 咱们解放军现在目前有呢 其实刚才王老师和陈老师介绍的 已经比较全面 首先就是能够打得准 另外一个要把这个登岛的部队 能够运上去 我认为就是目前我们的这个两栖装备 比如说装载车辆啊 或者说这种水路坦克 已经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 但是呢 虽然说我们国内 对于这个两岸的军事对比 它已经有了一个定路 肯定是我们非常强 而且台湾相对来说比较弱 但是台湾军队毕竟搞这个防御 和反登陆已经搞了几十年 它相对来说经验还是比较丰富 而且现在好像要买这个 美国的M1坦克了 对 当然现在吧 这个有很多的说法 有人认为这个买这个M1A2 可能它60多吨接近70吨 它的重量比较大 但是其实这个 我认为从战术层面啊 我们同样还是要重视的 因为这个这种主战台湾 它毕竟还是一个世界一流的装备 那么真正在反登陆作战的过程当中 它不太可能像汉光演习的时候 真正的把比如说十几辆M1A2 都开到沙滩上 搞了一种火力秀 不太可能 它也有自己的这个隐蔽的站位 也有自己的这个作战的区域 和相关的规划 不可能集中出现 让你一次都给打掉 而且与这个轻型的这个装甲 就两栖的装甲车相比 它在火力 它在装甲防护 各方面它都占优势 对确实都占优势 你的水流坦克想和它抗衡 我认为难度比较大 就有点像当时二战的时候 美军的坦克运到欧洲 对对对 干不过德军的坦克 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我们的反装甲的火力 其实还是应该多元化 一方面就是 如果有两栖攻击舰 或者说一些名传改装的这种平台 搭载大量的直十和直十九武装直升机 那么它能够对登陆的兵力 提供这种精准的反装甲火力支援 而且以高打低 它没有万万还击 既可以打它的一些 这个固定的火力点 像它的一些装甲目标和主战坦克 也可以直接这个把它也翻掉 还有就是当你的部队 向纵身的区域进行突击的时候 它也可以提供伴随性的火力支援 因为有火箭的发射槽 还有这个链式的这个机炮 火力也是比较多元化 除此之外呢 就是单边火力要强化 就是便携式的反挡克导弹 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比较管用 它既可以打挡克 也可以攻击 我看有的警军训练的照片 这个一个班的战士 一人背一个这个大的火箭筒 就是咱们以前火力不足 就是现在这个叫什么 换了这个火力不足综合症 这个恐惧症 但是咱们现在的火力 应该是极大的加强 这个东西呢 这个实际上这个陆军 特别是步兵作战 它有一个传统沿袭下的理念 叫求人不如求己 你比如说 我有这个武装直冲机 有反弹的这种的空中的力量 那么首先你要召唤它 它的反应要有一个延迟 真正在地面作战的时候 可能你就要会有一个速度最快 自己能够直接使用的这样的手段 实际上你看陆军各级 它都有这种的手段 从我们现在像这个红箭10 到这个再下一级的 小一点的这个红箭11啊 这个包括老的这个红箭7红箭8啊 这样的一系列的反弹 甚至到了单排这一集 就是咱们说的反弹火箭头 那么实际上这个地面作战的时候呢 特别是两栖作战的时候 上路这个阶段 是对火力要求最高 而且是最艰苦的 而这个时候 对方如果有一个比较大的装甲平台 那么可能会对你造成很大的一个杀伤 那么这个时候 反装甲反坦克就成了 一线 首批上路部队很重要 咱们这个火箭桶 如果给这个ME的这个前程点来一下 大概是个什么效果 理论上来说 应该是可以把它穿透 这个能力 因为我们这些年研制这种步兵的这个 反坦克武器 从最早的四零火 八二五一直到现在 这些的弹兵武器 它都有一个原则 就是呢 我能从正面对刚 你这个最强的 最强的也就是M1 就是咱们一切的这个 反装甲的火器 应该都以这个美军的这个坦克为目标了 如果我击不穿你 就算我就算我白干 我一定得把你干掉 这个对这个研发部门来说 它是一个指标性的东西了 当然你说这个 反坦克武器击穿坦克的正面装甲 指上来说 它是个能 它是不能的问题 但实际上来 实际作战当中呢 它是个概括的问题 因为呢 你的射击弹找角 它是有一定角度的 不是说我这个东西能打穿你的这个正面装甲 这是从理论上来说 把场条件的 实战当中 那就不太一样了 那么越大的越重的 往往呢 这种概率就会越高 你比如说 像这个红箭10这样的反强的导弹 我攻领的 这个只要我找上去 那么灭掉 基本上就是 接近百分之百的概率了 那么至于说单兵的 这些这个 比如说120的火箭筒啊等等的 它就会有一定的概率 那么实际作战当中呢 它也不完全是正面 包括侧 侧后等等一些方向 而且呢 火箭筒在我们的步兵使用当中 实际上是一个多用途的火器 绝不是单单的 我就用来打坦克的 王老都听不下去了 他说你们这一个火箭筒就说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海军的武器 威力比你们大得多 这个 我记得您以前跟我们讲过 这个05RD的这个 这个前主炮 其实也是为了这个 登陆作战的时候使用了 而进行一些专门的设计 对 刚才你们讲的那个火箭筒也很重要 实际上呢 最困难的阶段啊 还不是这个时候如何打坦克的阶段 当然现在作战登陆 一般都是这个立体的登陆 超频面的登陆 这个比如说用气垫船啊 直升机啊 甚至用大型的运动机 直接降到对方的机长 以及空降兵 空降兵这个作战 但是呢不管什么样的战争 从海上登陆这个过程 还是少不了的 特别是大规模的登陆作战 你用输送几十万人上去 那肯定还是有从海上过去 但是海上输送登陆 这个过程呢是非常艰难的 因为对方他会在首先在海上设置雷场 你怎么渡过这个水雷区 渡过水雷区以后 在他的这个滩头还有三角堆 尾条材 就是你要进行破障 破障完了以后 你的这个水路坦克装甲车才能上去 那破障完了以后 前面还有个登陆场 你能不能站住脚的问题 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呢 只是一个方面 就是另外的火炮 有一个就是叫直前射击 直接火力对这个滩头阵地进行打击 这就是为了开辟这个登陆场 或者是这个对他的这个滩头的这些障碍 进行这个破障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呢成功不成功 对你整个登陆作战是至关重要 当然现在陆军也有很多破障的这种器材 比如说这个五一个武器发射出去 可能几百米的三角堆 鬼条材都会炸平了 那么包括这个还有扫雷车 海上当然就是有这个扫雷舰 雷雷舰这些东西 开辟一个通道 这个登陆场啊 你不可能全面开花 全部开辟 你根本就没那么多兵力 所以开辟登陆场这个过程 是非常非常重的 动用了兵力武器 确实比这个火箭筒要复杂得多 那么现在呢正在一步步解决 刚才你讲了雷雷地的火炮 现在我们火炮已经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对一个目标射击啊 几弹可以打到一个坑里面去 你看还用过去那个概念 打了一炮以后躲到这个弹开 没事这个已经没有用了 当然这不是为了打人 这还是海军掌握这个技术 还是为了开辟登陆场 对他贪图的这些暗保啊 或者是固定的那些这个火炮阵地啊 进行摧毁 是这个作用的 舰炮呢和陆军的炮呢 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陆军的炮啊 你不可能一个炮连续射击射速那么快 但也不可能那么大 因为它的冷却系统上都没法解决 可是舰炮啊 你们看到就一门炮 能抵几门炮的这种设计的效果 几门地炮 几门地炮的这个效果 甚至呢就是说这个 你像比较先进一点的 像这个双管130这种的自动炮的话 它这一门炮的话 大概能顶陆军一个炮兵营的 顺发火力 对对对 因为咱们以前看过那个那个76炮 那个射速极快 76炮 130会慢一点 一分钟是超过60发了 300发都可以的 130这个呢 就是一分钟可以达几发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开辟登陆场这个过程呢 是每次登陆演习的一个重东西 就是说你这个过程你不完成 其他都免贪 就是说演不下去了 登陆作战行还是不行 首先看这一点 首先要看这个 那我问你一句 就是说这个 您觉得是 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对台湾进行登陆作战更难 还是当年美军这个英军诺曼底登陆更难 哪个难度更大一点 不同条件下 它的难点不一样 因为现在的这个防御的能力比过去要强的多 过去 就是若曼底登陆的时候 它防御并列都是平面的 空中有一些轰大机 但是当时制空权还是比这个美军这方面也掌握了 可是对大型岛屿的这种登陆作战 你很难说你就完全能够掌握制空权 制海权和电池权 如果在没有完全掌握的这个情况之下 你可能面临着很大的牺牲 你可能在短时期内开这个登陆舱 因为我有个编辑叫安陈 你也认识 这小子曾经在军事社的时候出差 做咱们舰艇参加这个是混带演习 然后后来去的是美洲 拉丁美洲 然后中国和阿根平和智利的海军 进行直升机互舰 我的舰在直升机降到你那上面 你那个降到我这上面 但是咱们这个直升机可能差点意思 人家起来了能降到咱们这 但是咱这儿就起不来 这个可能就是直升机呢 对我们这个解放军来说还是个短板 你怎么看就是我们 我对台作战当中 我们需要的这个直升机 我们现在有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其实从目前来看 就是现在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先进 而且现在直升机也比较先进 一般情况下 在外军的军舰上降落这个直升机 即使海情海况复材一点 也没有问题 因为我也参与过一些这个演练就随间报道 我亲眼见过就是我们降在其他国家海军的舰艇上 因为进行联合搜救演练嘛 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联合反海道的演练 我们都有这种相互的降落 现在是肯定没问题的 技术有提升 那么我认为就是在这种夺岛 或者说在这种两栖攻击的这个行动当中 直升机它是一种快速的兵力投送手段 也是一个火力支援平台 当然就是这个兵力投送手段指的就是运输直升机 像我们的直8或者说直9甚至未来的这个直20 那么如果说它有大型的平台 可以针对对方的一些重要的节点 比如说在他贪通阵局的后方进行激将兵力的这个投送 这样的话可能对于登陆部队有一定的配合作用 就是我就可以加击你前面和后面对你进行这种火力的加击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 武装直升机在现代化的两栖作战当中 它的功能应该是非常强 因为我认为就是一旦遇到了对方的这种 比如说火力比较猛 装甲比较厚的主专坦克 甚至包括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运动中的部队 你的舰炮或者说你的两栖的装甲车辆 想对它进行完全的歼灭 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说武装直升机能够在贪通阵地周边 进行这种神异式的飞行 它可以自己发现目标 自己猎杀目标 就是比如说它出现了一个目标之后 我利用雷达或者说光学设备 对它进行的瞄准和确认 我就可以先把你打掉 可能你都没有接触到我的登陆作战部队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有效的保护登陆场 就是刚才王老师提到的 就是这样的话 我认为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平台 其实还有就是我想到一点 就是刚才两位老师提到的 就是我们的现在反坦克的火力 在不断的完善 单兵的也在逐渐的强 其实我们也不应该忽略 台军它的反坦克火力 因为它陶式导弹 就陶式反坦克导弹 虽然说比较老 它的储量非常大 而且最近这些年 它也买了一些单兵的 这种轻型的便携式的反坦克导弹 那么在反坦克导弹的应用方面 它也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 而且我们登陆的装甲车辆 比如说两栖的装甲突击车和这种两栖的这种人员的这种两栖的不战车 那么装甲还是比较薄弱的 那么我们既要面临对方的这种主战坦克 可能也要面临它单兵的一些反坦克火力 甚至包括汉马机动车上的这种陶式反坦克导弹 如果说我们不可以把这个被动装甲做的很厚 加装一些主动的这种防护措施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比如说在面对他们的火箭筒和这个反坦克导弹的时候 也可以提升我们的战场的生存能力 最后一个问题 刚才您说这个咱们夺台作战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先是封锁 那么这个封锁的阶段 这个一方面会就是这个削弱这个台军他的抵抗意志 但同时也会给美军和日军以这个持缘的时间 这个您怎么看 但是这样子的 从那个战术设计上来看 宣布封锁的时候 实际上封锁兵力已经部署完毕了 不是说我宣布以后兵力才出去 你比如说潜艇行动 那可能潜艇到位以后 我才能宣布封锁 潜艇兵力展开可能是一个月之前就开始了 这个潜艇兵力在现代作战之下 有可能我这个潜艇兵力是在二岛附近 也不排除是在东台培养附近 我的战略和潜艇已经展开了 甚至在马牛甲 在宫谷海峡 大禹海峡 京青海峡 每准都有我的潜艇兵力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们现在有了航母 我的航母肯定已经部署到合适的地位去了 第三个 我对你的 你的航母和大型舰艇的跟踪监视 早已经开始跟上来了 这些部署都完毕了以后 我才能够宣布封锁 封锁宣布的时候意味着我已经有把握对你封锁成功 这是最基本的这种设计 但是封锁呢 就比如封锁可能封锁大概这个两个月或半年 这个期间会不会给美军和日军他们准备的时间呢 会的 这个美军从他的本土到这个台湾周边来 大概是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从夏威夷这个地方过来 关岛经营的夏威夷大概是七天左右的时间 快速赶能赶到 但是呢 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能力已经增强了 其实在未来的对台作战当中啊 不会出现像九六年 他的航母编队近一岛链 以及大型的巴克沙巡洋舰 到我们沿海一百多公里地方来 对这个台湾的台海的纷争了 进行干涉 这种条件已经不具备了 是您判断的不敢来不敢进 这是我判断 如果是这个台湾 这个美军的印太总部的这个领导 和台平洋舰地的总部的领导 他大概也会这么考虑 当然他也没有必要 因为他的作战半径也增强了 人家从关岛夏威夷发动兵力的这个打击 从那启动兵力也够了 所以现代战争的形势和过去二十年前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不要设想就是他的驰援兵力 到了台湾附近 甚至要进入高雄港 那是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如果要是武力干预 也就远程打击就可以起来 对对对 这个问题实际上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考虑 就是说咱们讲战争 它是政治的积蓄 任何你战争的形态 要符合政治的要求 实际上我们讲 两栖作战的大致的过程 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具体实施的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这个就要服从政治的需要 也就是说 政略是高于战略的 那么咱们从根上来说 台湾问题 我想呢 我们任何人都不希望用武力解决 因为一旦用武力解决 死的是中国人 损失的是中国的活力 那么是不是就不用武力了呢 也不行 因为可能出现各种各样极端的情况 也就是说你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你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 充分的把握 但是在具体运用的时候 恐怕就要更多的考虑政治 外交的考量和需求 不到最后时刻 我想呢 武力的手段 永远是最后的手段 但是这个最后的手段 是永远不能放松 更不能放弃的一个手段 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么感谢三位嘉宾 来到我们分酒集团 进行了一期精彩的分酒军机处 骨子里的中国清华分酒 本期军机处就到这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